暗夜裡兩名男子 在路邊拉拉扯扯 雙方又是退又是打 一名女子焦急地站在一旁 因為其中一名男子 竟然亮刀做事攻擊 沒過多久 袁靜來到現場 他是怎樣欠你 他自己就有欠我欠 一直拖一直拖 原來雙方有債務糾紛 男子被欠錢不還滿度怒火 那妳是幹嘛 妳就這樣子砍他 他已經跟我拖12個小時 我整天都沒有睡覺而已 男子一氣之下 持刀攻擊對方 事件發生在花蓮市和平路 一處巷口 劉姓男子與張姓男子 是國小同學 張姓男子因激欠 劉姓男子6萬多元 兩人在7號凌晨 響約談判 沒想到張姓男子 再次推諉不還錢 劉姓男子憤兒 拿出開山刀 劃傷對方手臂 員警趕到現場 立即將涉嫌的 劉姓男子逮捕 並協助將傷者送醫 所信張姓男子 一是清楚被送醫後 沒有大礙 警方將劉姓男子 一殺人未遂 被移送偵辦 雖然張姓男子欠錢不還 有錯在先 但劉姓男子衝動刑事 錢都還沒要回來 就先吃上行責 記者劉姬焦 林英文花蓮報導